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呢,大家的出国旅行计划全被打乱 而台开新天堂乐园看准了国人热爱日本美食 全新打造日本拉面剂活动 也邀请日本拉面师傅制作道地原味拉面 那么民众不用飞出国也可以呢 仿佛置身在东京、北海道、大阪街道上 品尝最原汁原味的美食 台开新天堂乐园在8月21号到10月11号 二楼美食街面剧场日本拉面剂活热开卖 邀请日本拉面师傅来到花莲 重现明治时代1910年酱油拉面的好滋味 这次提供的四反拉面食材也都是从日本进口进来的 那面粉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面粉的部分来讲的话 作为面的面条的面粉来讲 也是日本北海道产的面粉 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带来给各位一个真正的日本拉面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来花莲新天堂乐园享用 拉面剂活动将带来四款限定商品 台开集团董事长邱富生表示 很久没有去日本了 来一碗日本植树拉面 这一次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两位日本师傅来到花莲 烹煮最道地的日本拉面 所以我们这次先请两位大师来 我们人生吃饭不一定是有吃饱 偶尔要尝尝味道 什么是原味 这个我想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差别 我们有时候吃合我们口味的 有的时候吃别人的原味 我想细细的品味 这就是人生品尝各种不同的美味 邱富生也表示 首次把日本道地的原味带到花莲新天堂乐园 让花莲民众以及游客都可以真正的感受 什么是原汁原味美食 记者林杰 杰安湘采访报道